浪姐二开播后,有很多让人出奇不意的姐姐,像陈子彤,蒋璐霞,最让人意外的还是蒋璐霞,她是一名舞打女星,唱歌跳舞都不是她擅长的,但她出舞台却一鸣惊人,把后台的姐姐撩到频频尖叫。 蒋璐霞从小习武,她是小龙同门师妹,全国少龄拳武术冠军,国家一级武术套路裁判员,身上的头衔一大堆,是目前影视圈少有的舞打女星之一。 擅长武术套路,实战防身术,健身气功,太极拳等。 蒋璐霞小时候性格比较调皮,再加上喜欢看舞打片,幻想着能飞檐走壁,她六岁就开始学舞,十一岁就读沈阳武术学校,十三岁去了少林寺,可是小龙成为同门师兄妹。 因为习武非常辛苦,何况她还是一个女生,年轻轻轻就一身伤病,她家人都不太支持她,但她性格比较绝,一直不肯放弃,十八岁还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, 之后又被保送独演,拿到了很多武术冠军。 而在入行之前,蒋璐霞还是一名网红,她七年还在读大学的时候,以猫儿宝贝的网民和同学在宿舍拍摄武术视频,给大家施展各种武术套路。 在十三年前,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,她的视频点击率就已过亿,在网上非常红,还因此被邀请录制了快乐大本言,是最早的一批网红。 在网上成名后,蒋璐霞八年就被邀请参演了动作片苏琴,这部电影的阵容非常强大,由周迅、赵文卓、郭小冬、周杰伦、闫妮、向左、杨子琼等主演。 杨子琼评价她后生可畏,赵文卓是她的同门师叔,也对她赞赏有加。 在苏琴之后,她又被雄欣欣导演选中,为她量身打造了一部影片《战无双》,这也是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。 但蒋璐霞的演艺事业并不是很顺利,在战无双之后,她迎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,她没有细拍,只能去跑龙套,演小配角,还落了一身病,最后不得不停下脚步。 把积蓄都花在了看病上,朋友们也都在劝她放弃,不要再做无谓的坚持,但她还是咬着牙,在这条路上艰难的走着。 左杏她的付出并没有白费,17年林超贤导演在筹备《红海行动》这部电影,需要一位很能打的女演员,她在接到通知后,就去见了导演,也争取到了这个角色,但在禁组前40天。 她去部队体验生活从高处坠下,导致脚步三处骨折,还有多处受伤,但她怕失去这个机会,就没有跟导演说,拖着病体,每天背着50多斤的装备进行拍摄。 她还为了这部电影里的寸头,增积十几斤,导致内分泌失调,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伤,但她说自己不怕受伤,就怕没细拍。 《红海行动》上映后,收获了36亿票房,作为蛟龙队唯一一位女队员,蒋陆霞也终于火了,那一年她已经32岁,也是她出道的第十年。 她也凭借这部电影提名了金像,金鸡奖最佳女配,还一举多的百花奖最佳女配,事业开始有了起色。 在《红海行动》之后,她又和张静主演了电影《我的佣兵生涯》,参演了杨阳主演的特战荣耀等,都是跟军旅题材有关的作品。 从八年到现在,蒋陆霞出道十二年,受了很多伤,她虽然现在走的是中兴风,但她长发也挺漂亮的。 气质又烈又萨,《浪姐二》让很多人再次注意到了,她作为一名女性的角色。